OK 从今天开始呢 我们正式进入了第一部分的学习 也就是影视艺术基础部分 我们的课程的顺序呢 是从简单到难 外国电影史是了解影史 了解曾经发生过 怎样的电影运动 出现过哪些电影人 有过怎样的经典作品 而接下来我们现在学习到 第一部分影视艺术基础 是真正带着大家去学习 并掌握电影这门艺术 学会从叙事 视听语言 剪辑等方面去分析一部影视作品 而且我承诺 这个板块所有的考点学完之后呢 我会给出一个影评的模板 不是认识电影中那个 对公民凯恩的分析 而是一个更容易上手 更硬式的一个神器 你们每一个人都能够轻松掌握 另外更重要的是 我依然还是会带着大家 以解题的方式来串联这些知识点 不解决实际问题的讲课 就是在敷衍 我不敷衍 所以我站在这里 用最通俗易懂 最接地气的方式 让大家理解这个板块 所有的知识点考点 刚刚我说了 我们的D板块分为三个子板块 视听语言 叙事和剪辑 那么和AB板块一样 这三个板块 每一个都有专属的一个万能模板 就像图中的这个万能模板3 D板块视听语言的部分 全部适用的这个模板 也就是说 只要关于视听语言内的考点 全部都可以套用这个模板解题 按照S7的步骤 定位考点 切分维度 裸列答题点 再展开等等 需要注意的是 在这个模板中 切分的维度有所变化 变成了01分类 02特征 03作用 04运用 为什么这么改呢 是因为只要涉及 视听语言的题目 基本上也只会从这几个维度 去问你问题 举个例子 摄影中的光线 它可能会考你 在摄影中 光线按照位置的划分 有哪些类型呢 或者会考你 它有哪些基本的特征 再或者考你光线的 主要作用是什么 或者或者 它考你光线 在影视作品中 应该掌握哪些应用的技巧 除此四种 别无他力 而我呢 也贴心的为大家写下了 每一个切入维度的过渡段落 大家灵活运用 不在乎有写不来的题目了 但是我还是要再次强调 我给的是范例模板 你可以模仿 但切不可以挪为己用 因为你有 他有 隔壁老王也有 所以是时候 为自己量身打造一份 专属的硬式模板了 它将伴你一直到考场 OK 那么具体怎么使用这个模板 应用S7来打视听语言的题目呢 让我们从第一个考点开始吧 第一个考点呢 是第一 场面调度 关于场面调度这个词呢 我们首先要阐述它的定义 大家也许都知道 电影和戏剧的关系十分密切 可以说 电影就是脱胎于戏剧的一种 新的艺术形式 它模拟了戏剧中的表演 三目式的故事段落 舞台的布景 服装 化妆 道具 等等要素 当我们把这些一切要素 统一起来进行 进行调度和合理的安排的时候呢 我们就说 我们正在进行场面调度 所以呢 场面调度就是将场景中的 所有我们能够看见的元素 全部统一在一起 妥善的安排 以求达到整个画面的和谐 OK 当我们知道场面调度 究竟是什么意思之后呢 接下来 我们就来看看初题老师 可能围绕这个点 怎么考大家呢 诶 有这么三种考法 第一道题呢 减数场面调度的不同类型 第二道题 场面调度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第三道题 减数场面调度的几种方式 这三个维度呢 是我翻阅了十几本参考书 总结下来的 所以呢 除此以外 不用担心 有其他的考法了 OK 我们先来到第一道题目 减数场面调度的不同类型 毫无疑问 考点定位我们的第一场面调度 接下来呢 我们用SC的方法解题 上来呢 先套上模板 架上结构 注意啊 这里面我选用的过度段呢 是01维度 类型的过度段 另外 红色底色的部分呢 是我根据这道题调整的内容 大家仔细看 学会套用这个模板 值得一提的是 过度段和结尾段 一般都是要调整的 我这里就不多说了 大家仔细看一下 那么我主要讲解的是 罗列答题点的步骤 我在听课笔记中 01维度下 一共给出了三个答题点 也就是场面调度的三种类型 第一个呢 是第一 演员调度 演员调度 顾名思义 就是给演员安排合适的位置 那么演员调度 可以横向调度 也就是让它在画面中 左右走动 也可以纵向调度 就是让它在前景和后景之间走动 也可以斜线调度 它在画面中怎么走都行 但是有一个原则就是 要时刻突出你想要突出的人 就比如我在人群之中 如何要把我凸显出来 让观众注意到我呢 那么可能就安排这么一个镜头 一群人呢 处于画面的后景 而我突然从这个人群中跳了出来 从而呢 把我从整个人群中凸显了出来 OK 我的讲解结束 接下来呢 我给出应试的部分 大家等一下把画面暂停 先理解 再填功 如果形成了自己的语言 学会防写的话 那么就算是完完整人的 把这个点给吃透了 好 三二一 应试部分开始 OK 第二个答题点呢 是第一杠二 镜头调度 那什么是镜头调度呢 和刚才演员调度相反 刚才是摄影机不动 人动 既然是人不动 让摄影机来动 通过摄影机的推拉摇一根 让镜头动起来 从而让画面变得更具有动感 产生特殊的意义 比如我在路上看到一个很好看的人 那我忍不住打量一番 这个时候呢 摄影机就会模仿我的视线 从上往下摇 那么那个好看的人就被我一览无余了 这属于一个上下的摇镜头 关于运动镜头呢 后面我们肯定也会当做一个考点来进行展开的 如果大家理解 那么我们开始应试 好 321 应试部分 开始 好 那么OK 第三个答题点呢 是第一杠三空间调度 什么叫空间调度呢 其实这个和演员调度有点像 演员调度呢 是对画面中的人物进行调度 而空间调度呢 是对画面中的一切元素进行调度 包括场景中的构图 景别 光影 色彩等等 所达到的目的呢 当然也就是让画面更加具有表现力 或者产生特殊的意义 比如我现在正在和一只老虎搏斗 为了表现厮杀的惨烈 首先呢 我可以在浮画道上面下文章 比如我的衣服被它撕碎了 我的身上都是血印 其次呢 为了表现我的弱势 可以让老虎处于更高的一个位置 用仰拍的角度来拍它 而我呢 则处于一个更低的位置 用俯拍的镜头拍我 或者呢 在光线上 尽可能多用一些阴影 来表现丛林中的恐怖的气氛 从而制造出类似德国表现主义 这样的一个感觉 理解了 我们321硬实部分开始 OK 当我们把这三个答题点插入 刚才我们已经架好的模板结构当中 学会用自己的语言一一展开之后呢 那么这道题就毫无难度可言了 OK 我们来到第二道题 场面调度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同样定位我们的考点是第一 场面调度 一样先套上模板 加上结构 注意了 过渡段和结尾段 较至前面有所改变 大家可以暂停找出有哪些不同点 那么这道题问的是03维度作用 于是呢 我在听个笔记03维度下 一共给出了四个答题点 这四个答题点 也就是四个 场面调度的不同作用 第一个作用呢 是第一杠四 丰富人物形象 结实人物内心 场面调度为什么能够丰富人物形象 结实人物内心呢 就拿刚才我和老普搏斗这个例子来举例吧 我当时的内心一定是非常焦虑害怕的 因为我就快被老鬼吃了 所以这个时候呢 一切的场面调度都是为了烘托此时的恐怖的氛围 比如阴暗的打光 偏冷的画面色调 或者在背景中再添加两句死尸 烘托肃杀的一个气氛 另外在表演上 可以让我的手微微的颤抖 让我的脚步不断的后退 这都是丰富人物形象 结实人物内心的一个方式 OK 我的讲解结束 接下来应试部分开始 321 走 OK 这个维度下的第二个答题点 是第一杠五 丰富画面语言和造型 这一点其实也不难理解 就是让整个画面变得更加充满艺术表现力 所谓镜头语言 就是让镜头自己说话 简简单单的几个动作 就能够让观众明白画面到底在讲什么 举个例子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在房间里面默不作声 男人坐在床上抽着烟 眼神犹疑 女人则站在男人面前 插着腰盯着男人 手上拿着一件陌生女人的内衣 脸上充满着怒意 这个时候 他们即便不说话 我们观众也都能够知道 这个男人准时出轨了 然后被他老婆发现 两个人应该现在在冷战吧 这个就是依靠场面调度 制造出来的画面表现力 OK 我的讲解结束 接下来应试部分开始 走 OK 第三个答题点是第一杠六 渲染环境气氛 制造艺术效果 就像刚才我说的一样 场面调度往往还能够制造特殊的气氛 比如悲伤的气氛 快乐的气氛 都能够依靠场面调度来实现 比如我经过搏斗 终于把老虎给杀死 这个时候呢 整个画面开始明亮了起来 光线变得柔和 色料变得温暖 连鸟儿都积极扎扎的飞了过来 整个氛围变得欢乐起来 仿佛在倾注着我的胜利 OK 我的讲解结束 接下来应试部分开始 走 好 第四个答题点呢 是第一杠七 制造有特殊寓意的镜头效果 场面调度往往还能够通过 对演员的调度 对镜头的调度 对空间的调度 制造出一些特殊的意义 比如我把老虎打死了 这个时候呢 阳光温暖地洒了下来 日光下彻 隐步时尚 一只雪白的鸽子 缓缓地飞了下来 停在我的肩上 鸽子象征着和平 寓意着不再会有战争了 OK 我要讲解结束 接下来应试部分开始 走 好 当我们把这四个答题点 插入我们刚才架好的模板当中 这整道题目 就被我们轻松地解决了 考试的时候呢 你能够踩几个点 你就踩几个点 但最好不要少于三个 好 速战速决 我们来到最后一道题目 简术场面调度的几种方式 套上模板 加上结构 那么这道题的切入角度呢 就是零三角度运用了 问的是在电影中 导演是如何运用场面调度的技巧的 问什么答什么 所以呢 我们自然而言 应该回答运用维度下的答题点了 我给出的一共有四个 第一个呢 是第一杠八纵深调度 纵深调度呢 其实换句话说 就是长镜头 或者叫做镜头内部蒙太奇 再或者呢 叫做景深镜头 其实这些抽象的名词就是一回事 大家千万不要被他们整晕了 他们都是一个意思 什么意思呢 就是通过通肩调度 演员调度 摄影机调度 等等不同的场面调度的方式 来让画面产生一种纵深感 让人感觉 哎 这个画面好有层次啊 而且通常前景后景之间 也都是有内在联系的 举个例子 比如我在前景做手抓饼 而背景呢 则是两个女孩正买了我的手抓饼 边吃边走 他们正在往画面深处越走越远 嘴里不断的发出好吃好吃的声音 哎 这个时候 在前景的我 扭头看了看走远的他们 露出了理所应当的笑容 哎 注意了 这都是在同一个镜头内完成的纵深调度 让整个画面活了起来 前景后景产生了一个非常紧密的一个联系 他们好吃 所以我才快乐 对不对 好 321 应试部分 开始 OK 第二个答题点是第一杠九 重复调度 重复调度指的是某一种调度已经用过了 却在影片某个时刻又出现一次 从而有一种耐人寻味的感觉 观众会想 哎 这是怎么一回事呢 举个例子 当我还是一个不知名的街边小摊贩的时候 有一个女生每天在我这里光顾 吃我的手抓饼 每一次呢 我都会偷偷给她多加一个鸡蛋 而当我后来渐渐成名成为米其林大厨的时候 一位客人来到我的餐厅 点名居然要吃我的手抓饼 我发现原来就是那个很久很久以前的那个女孩 于是呢 我给她做了这个手抓饼 哎 依然我还记得给她多加了一个鸡蛋 这种调度重复出现 前后呼应 象征着我不忘初心 和那个女孩彼此都没有忘记对方 好 321 应试部分 开始 OK 第三个答题点是第一杠十 对比调度 什么是对比调度呢 其实就是通过场面调度中一切元素的调配 制造出一种极具反差的效果 前面说了 场面调度一共有三种 演员 镜头和空间 那么我举个例子吧 比如说演员调度 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吵架了 两个人一个向左走 一个向右走 这不就是一种通过演员调度 形成的一种反差吗 那或者我再给他们加一点画面感 比如向左走的那个人 前面是一片漆黑 充满了危险 而向右走的那个人 前方一片光明充满了阳光 能不能再加点画面感呢 可以啊 比如往左走的那个人 我用高角度去拍他 让他在画面中越来越矮小 而往右走的那个人 我用低角度去仰拍他 让他在画面中越来越高大 这所有的这种调度方式 都是一阵一反 强烈对比 制造出一种强烈的反差感 好 三二一应试部分开始 OK 第四个答题点是 第一杠十一 象征调度 象征调度有点像刚才那个 制造有特殊意义的 镜头效果的那个答题点 事实上也就是一回事 所以呢 我们单纯可以理解为 让演员做一件 具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或者让镜头 让画面内的元素 通过安排 制造出一种隐喻的效果 我这个就不举例了 大家直接开始填空吧 三二一应试部分开始 OK 当我们把四个答题点呢 带入 插入你的模板当中 学会用自己的语言 一一展开之后呢 那么这道题也就轻松解决了 好 那么今天的课程呢 就差不多就到这里了 由于是D板块的第一节课 所以呢 我们尽量轻松一点 主要先熟悉我的讲课方式 学会套用模板应试 掌握S7的答题套路 当然最重要的 还是学会用自己的画 将这些答题点给展开 有理有据 那我们下节课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感谢观看